你們不用因為你們的這一段戀情 而感到覺得羞恥或覺得不安 你們應該讓這段戀情變成你們自己覺得驕傲 然後覺得說我選的對方是很棒的事情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雨 歡迎來到我們每週二的Headlog時間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黑語頻道 如果覺得我講得不錯的話 不妨給我個訂閱 雖然我覺得有些人已經把這個系列當PACS在聽了 你們就掛了部分清潭就一個一個跳的 然後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突破其實喜歡我就會拍下一集 就算沒有突破我也會拍 只是一個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讚的一個互動 大家可以現在往下滑 按個喜歡 然後還有分享 可以分享到 普浪 推特 Facebook IG 然後標記我 我看到我也會幫我分享 我蠻常看到有人分享我Headlog的 還蠻開心的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網戀可以公開嗎 我們有一個觀眾朋友 他說到 網戀真的不能在現實上公開嗎 目前國三 有點小 有個童年齡的男朋友 這樣我快一年了 但不知道該不該在現實上公開 我男朋友怕我遭受到麻煩 所以他打算不讓他朋友知道我 我在想我高中的時候打算讓我朋友都知道他 這也算是一份安全感吧 可是我怕在同學之間會有一些 吱吱喳喳的言語之類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老實說啊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別人網戀然後 會有一些就是言語 我覺得那些人太幼稚了 因為 現在其實很多朋友 都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我跟我其他YouTube的朋友 嚴格來說我們也是網友 像是我跟林賢 我跟AAJ之類的 雖然我們認識的途徑不是網路上 但是我們嚴格來說也算是網友 我們用的名稱都是綽號 現在有人會叫我林鴻翰嗎 不會吧 大家都叫我黑羽啊 在這個年代了 也是網戀之類的 就是有一些聲音 我覺得那些人真的覺得太幼稚了 不成熟 我覺得現在的國高中生 小學生其實都蠻成熟的 應該不太會有這類型的聲音 我個人的話會蠻不贊同 就是你男朋友男朋友的想法 就是他不公開這件事情 他雖然是因為想要保護你 所以不公開 但是我覺得不公開有個壞處是 沒有安全感 然後周遭的人會認為 你沒有男朋友 對方沒有女朋友 然後周遭就會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 對你男朋友可能有好感啊之類的 想要去認識他 這樣其實是不太好的 雖然你男朋友可能沒有感覺 可是我覺得 對你來說是很沒安全感 是比較不好的 你相信你的另外一半沒錯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其他人靠近 最後你也沒辦法怪他 因為他本身是不知情的 首先 當講戀情 公開戀情是好的 會增加彼此的安全感 就是讓周遭的人都知道說 他是有男女朋友的哦 你不要碰他哦 這樣的氛圍 那網戀的話 他其實也是戀愛的一種 只是他的層面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你們相處模式跟一般人一樣啊 而且你們都交往快一年了 我覺得 公開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你們不用因為你們的 這一段戀情 而感到覺得羞恥 或覺得不安 你們應該讓這段戀情變成 你們自己覺得驕傲 然後覺得說 我選的對方是很棒的事情 別人可能會講一些 先陰先運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回答說 沒有啊 我另外一半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就把他優點提出來 讓大家無法去講一些閒言閒語 因為 假如你要這樣講 嚴格來說 欸 這根靈性也是網邊 可是 大家不會說什麼 就是YouTuber跟YouTuber 其實也是網邊啊 可是 大家會覺得這件事很正常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現在你要找另外一半 你除了在職場上 在學校好了 你還有什麼機會 基本上沒有啊 因為你每次不會去參加聯誼 每次你不會去參加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聚會啊 然後 哇 兩批不同的認識啊 那已經是 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真的 我覺得很少 而且現在外面 疫情又嚴重 在網路上聊著聊著 然後覺得 哦 有感覺 而且在網路上聊 你才會常聊 聊著聊著 有感覺 才會 哦 想說可以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網列還有一個缺點是 各位真的要很注意 對方的 來歷 交流力 不是很守對方的話 真的不要百分之百去相信 另外一個人 因為 對方來歷你不知道 你知道很容易會有問題 就是最近新聞很常播啊 認識很久的網友 結果後來被綁架之類的 這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 我覺得 也要過好自己的安全 像我 我母親哦 以前會叫我要留 對方的電話給他這樣 就是 以防萬一 千萬要過好自己 那 總體來說就是 網列到底適不適合公開 我覺得是OK可以公開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切勁就是要注意 就是自己在網路上認識的另外一半 是否就是 全心全意真實的 談這份戀情 我覺得這是要很注意的 網列有好有壞啦 當你離開學校以後 一個人開始出社會以後 其實你很難認識更多的人 假如說你今天職場是蠻小的話 真的很少機會 人能是到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網路上確實是一個還蠻好的途徑 像現在教友APP用那麼多 來我們節目 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現在教友APP那麼多對不對 那 它其實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網列的一種 為什麼大家會用教友APP 我真的有朋友在用 我就不講是誰了 我就是在說你 教友APP為什麼會用 因為就是沒機會可以認識到其他人啊 你可能每天在同個職場 然後一直上班 你就沒機會認識 那 從教友APP上面認識 哇 可能 還比較有機會可以 多認識更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 網列並沒有什麼不好 對自己有自信一點 說不定你那些仙人仙域的人 他們就算有男女朋友 好 說不定他們高中就分手了 我和我女友 其實也算是網列的一種 然後現在也交往了快五年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對自己有自信一點 然後不要理別人的仙人仙域 然後我覺得 你要嘗試跟另外一半溝通 就是 雙方都一定要公開這件事情是最好的 讓彼此都會更放心一點 比較有安全感 好啦 那小小的分享 因為網列的話其實也蠻常遇到的 就是周遭人也蠻多的 自己本身也算是 所以就想說可以多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就跟觀眾如果喜歡今天黑頭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以及幫我分享這部影片 然後 支持我的歌的V 按讚我的分享 支持我的分享 對 好啦 那有想投稿都可以在下面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